自從我們設立了WhatsApp專線之後 每天都有些觀眾會WhatsApp我們 講一下對我們影片段的意見 多得觀眾的WhatsApp真是為我帶來更多的靈感 在這裏多謝各位 請各位觀眾不要心急 給我一分鐘時間覆蓋一些比較特別的論點 在公屋私有化的問題上 觀眾黃先生就認為 降低公屋分戶人數可以降低劏房的需求 在這個角度而言分戶是會幫到這些家庭 但亦因為香港很多地都被發展商霸了的緣故 香港政府就同時有需要找地建更多的公屋 這樣才可以令到大家分戶的機率提高 另外一位聖業的觀眾亦都有留言 香港高地價問題其實不算很複雜 根源是存在於香港人對中國內地有沒有信心 只要更多香港人流通在內地工作 地產商就餓不出藥 既然有觀眾提到香港和內地的信任問題 我今集就講這個主題 大家好我是黃遠康 歡迎回來康體通James Tone 今天和大家講一下政治信任 到底政治信任是甚麼 原來越上得多網 政治信任度就會越低 老規矩看完整條片記得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我們就開始 古語有云民無信不辣 公眾對於政府和公眾對於制度的信任 是國家和地區蠟燭的基石 但信任這兩隻字 在某程度上只是一種主觀的感受 到底我們怎樣才知道公眾信不信任的政府 馬德勇博士的學術研究告訴我們 原來信任真的有得計算 我給大家看三秒營光幕 3、2、1 怎樣?是不是很難明白呢? 既然難明白 我們就用正常市民會明白的用字 去了解一下政治信任這個概念 政治信任一般是指公眾對於政治人物 政體 政府 或者制度的信任程度 根據馬德勇博士的研究結論 歐美國家的政治信任 源源低於中國 這個到底又是為甚麼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原來又是因為選舉呢? 簡單來說 由於政黨輪替 假設A黨這屆政府做了4年 整個國家都沒有任何進步 就可以說因為上一屆B黨做得不好 E要執事 所以搞了那麼久 到了下一屆 因為A黨做得不好 B黨就上台了 這個遊戲就可以不斷循環下去 而我們國家就不同了 根據中國憲法的第一條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 所以在治國的過程之中 無論有甚麼不足 都不會像歐美的選舉政制 有另一個黨陪他扯貓眉 在這個前提之下 人民就會對政府有更大的信心 而執政黨亦都可以為人民寫出更加長遠的計劃 在節目開始的時候 我提出過如果公眾的政治信任度低 其實和上網有很大關係 正常來說 網絡的發展可以提高政府的透明度 而政府的透明度不單止可以解決公眾對政府決策和運作過程的疑慮 還可以有效地調整和滿足公眾的預期 這是增加政府信任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 同時 透明度的提升亦都可以令公眾更加熟悉政府 賴勤公眾和政府之間的距離 增加公眾對政府的了解 但偏偏 我們的社交媒體永遠不會讓我們達到這個目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是藍的 你就永遠看不到黃型的資訊 而如果你是黃的 雖然我不知道有沒有黃的觀眾會看我這條片 但你亦都不會收到任何藍型的資訊 這就是網絡的盲點 同溫層 由於網絡演算法的關係 以YouTube為例 如果我們新界主場NTT Media的觀眾 很多都同時收看其他藍型頻道 他們就會在旁邊推薦其他藍型頻道給大家 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旁邊推薦影片竟然有一條屬於我們新界主場 NTT Media的影片都沒有 大家不妨在留言區告訴我們 就這樣滾下去 你看到有多少條是屬於我們的影片 一條 兩條 還是零條 原因很簡單 就是神奇的演算法 我們新界主場 NTT Media的節目 很多元化 逢星期一錄 就有新界主場的時事評論短片 星期二就有黨史教室 星期三就是小弟的康體通 星期四就是琳琳的個人節目 相對其他頻道他們每天都會由單一主持出片 每天都以單一論證節目為主題 在這個時候 神奇的演算法就會發揮功效 因為喜歡看我阿康的人未必會喜歡看黨史 喜歡看林林姐的人 又未必會喜歡看我的影片 導致我們頻道的評分就很不一致 Youtube為了令到更加多人留在網站裏面看影片 他當然是推薦單一主題的頻道給大家 而因為神奇的演算法 就算在我自己的個人頻道 Mr.James Channel 都會因為出片量不夠別人多 而減少了很多推送 所以如果大家真是想支持我 又真是想支持我們新界主場 NTT Media 記得記得記得 無論是哪個主持的片 大家都要看完它 甚至特意搜尋我們頻道 這樣神奇的演算法 才會發揮功效 將這套的邏輯套用在黃營的頻道 亦都一樣 黃營的人根本不會看到我們這條片 可能他在看杜汶澤、劉細良、蕭若元這些出名的黃營明星 所以從我一開始講 想得越多網就越難去改變自己的立場 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只是能夠令到原本愛國的人更加愛國 原本討厭泛民的人更加討厭泛民 原本相信政府的人更加相信政府 同樣的道理 如果你本身是黃營的人 你每一日都受到黃營KOL的轟炸 每日都和你說中央怎樣差 政府怎樣差 建制怎樣差 政治信任度又怎會提升呢 從理論上來講 政治信任是公眾對政府的效能和數據 所產生的認知反應 而這個直接而且即時的反應 就會透過網絡即時反映出來 例如現在我們講 觀塘五千萬噴水池 大家一定會有一個即時的感受出現 從本質上來講 公眾的看法就造成了期望和現實之間的差距 你心目中的五千萬噴水池 可能是這樣 但其他人的五千萬噴水池 又可能是這樣 因為考慮到公眾對政府效能一定會存在大有偏見 甚至是錯誤的訊息 上網就更加深化了這一種偏見 相信大家都一定看過什麼網圖 如果你支持什麼就給讚好 如果你反對什麼就給氣 就漏了這一類 由於網絡文化是以情緒主導 當這種情緒集結成為一種力量之後 公眾就會更加容易變得不理性 社會之間的撕裂也會更加大 每個人都死守在自己的同溫層裏面 無論多努力都好 都沒有可能接觸到事實的全部 又怎可能得到充足的資訊 從而提高政治信任度呢 回應一開始觀眾的說法 如果香港人對於內地的信任度提高 我們有更加多人願意流動到內地工作 香港的高地價問題就會很容易解決 所以我們不單止要解決高地價問題 更加要解決怎樣提高政治信任度的問題 可能這件事比起香港地產商更加難以解決 因為我們要嘗試 跟網絡世界的遠算法搞對抗 這一層就要靠大家一起努力 多點分享理性的片 比更多香港人 改變其他人的同溫層 這裏是新界主場NTT Media 我們未必可以陪你發洩 但我們會嘗試陪你一起 突破同溫層 了解更多理性的聲音 我們下期再見 喂喂喂不要走 看完這條片記得分享 留言讚好還有看其他的影片 有時間的話就WhatsApp我們 電話是56081508 可能會給我更加多靈感去出片 拜拜 拜拜